它要跟很多东西,这就是不同的界面 MM1 1,2,3,4 这边是1 然后6,7,8 这就是不同的界面,都都定义好了 所以我刚才说界面很复杂 它里面有很多的server 比如记账系统跟relate server之间的界面 这叫MM8,MM8 然后这个 User Agent 跟这个relate server 或者是user agent跟这个relate server之间的界面 这叫MM1 就它很多不同的,每一个界面 这些都有很完整的spec的定义 这些界面叫reference point 每一个是什么,这1,2,3,4,5,6,7 这些我就不看 我想我抓一个比较重要的operation的部分 好,这个图比较重要 这个图我跟大家介绍 你就知道MM8是怎么做的 也跟刚刚的WARP会结合起来 你刚刚那个看到的,你看到一大堆界面什么的,太复杂了 好,那你不是真正做MM8系统的人 那你不会用到,但你做应用的人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以下的这个,还有跟以下这个图,还有跟刚刚我们那个WARP图的关系 好,假设我这个手机上面,我要送一个MMS的简讯送给另外一个receiver send receiver,那他们之间的这个deliver 那是用request,那是用post的方法 应该不是request,是用post request是我要这个,要取的内容 那现在我是要送内容,所以我是用post 媒体的简讯,我是不是就送给receiver 不是,他先储存起来 他储存起来以后呢,他要做什么 他再透过,这个两个可能是同样一个啦 WARP gateway跟这,但我现在因为要把流程画出来 所以这两个就把它分开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那他透过pushbox gateway呢 他送一个show message 他送一个简讯,但是是 是什么,通过warp push 送个简讯送个receiver 所以你的多媒体简讯不是 立刻送到receiver,receiver就看 因为receiver很大,就是很大的一个东西要下载嘛 你什么时候要送给你的video 那先送一个简讯,你要看,你再来接收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是,第二步是 送一个简讯给receiver 那receiver confirm 以后呢 去fetch 那fetch的时候再透过posit gateway 然后到这个 用hgp的get 所以送的人是用post来送 然后呢,receiver呢 是用hgp的get 把存在,等于存在这边的一个网页 有多媒体的网页 事实上post呢,post等于是post一个网页 这个意思 然后把这个网页呢,抓来 来看 那他抓来看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mms center呢 再送一个简讯送给那个center 或者说report 那个对方已经看了 已经收到你的简讯了 所以他这个mms 所以整个mms的运作 它下面必须要有 work的这个机制在里面 这个是mms的这个 这个是比刚刚那些界面 因为界面有点复杂 很多很多组成的,那个有billion有什么 那这个是简讯真正传输的这个最基本的动作 大家了解到这个程式就ok了 好,那这个message里面有什么 那看说这边有message 这个message送到这边 它是由post送出去的 那post呢,它是用smile 这个smile smile 我想我也不谈了 如果不太了解smile的话 你可以去那个 这个共同笔记上面也有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 也许有 没有的话就谁写一下 这个smile那时候好像还没有 smile好像还没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 这个,是有很多 已经报告很多年了 基本上它这个里面就是 一个smile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 包含一个简讯header 下面呢就是presentation 因为我一个多媒体的内容里面 可能有图,可能有文字 可能有audio 所以这个在presentation里面把它描述好 然后 smile的这个 msheader它长得长像是这个样子 那里面呢,里面的话 一个message里面 它上面是wsp header 然后下面ms header 里面content type presentation就是那个最大的 一个presentation里面 连接好多其他的东西 presentation里面有 有这个image,有text,有 有这个audit等等 那不过至于这个 smile如果有时间 今天我们后面也会再看一下好了 这个 相对来讲 它也是可能我们要稍微知道的 就是这个 如果sml里面 也要选几个sml 重要sml smile应该是其中之一的 虽然微软 也不用它 复告也不用它 这个relay 这个我想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retriever 这个跟刚刚一样 就是另外 比较 透过不同的界面 就把刚才那个东西 加上界面 我刚才说mmy m2 它在 我们在这个submission 就送这个 多媒体简讯 然后接收多媒体简讯的这个过程 诶 没有了 是不是 ok 那就谈到这边